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西方龙 上次讲了几个来源之后 不得不提耶教的传说 自从上帝做了一个伊典园之后 就做了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就是阿当夏娃在《圣经》《创世记》里面有记载 他们生活在伊典园里面非常开心愉快 但是魔鬼 撒旦就不放过他们了 他怎样不放过他们呢 他就发生了一条蛇 一条蛇就开始来引诱他们的女士 将我们的《圣经》所讲的传说里面的 我们的女祖宗夏娃 叫她偷食禁果 禁果这个观念就是说 《圣经》在《圣经》中 就已经创造了很多各种不同的生果 他们两人都可以随便吃的 除了禁果这棵树是不能够碰之外 这个传说里面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意义就是一个命令 大家要遵守 没有理由解的 不需要解的 你是信服就是遵从这个旨意 你不能够问 何解我不吃得这棵禁果的果子 或者再深入问 为什么上帝会创造一条 一个这样的禁果的树 这些等等呢 都不是信仰的问题 这些是人的想的问题 总之呢 这个传说里面就讲 你不能够吃这个禁果 那你要百分之百服从 及专守这个规定 那这条蛇呢 就引诱到夏娃 吃了禁果 而且呢 不只吃 还要分给她的丈夫吃 于是犯下了一个原罪 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你不遵守到上帝交给你的指令 你违反他的指令 你是不服从 因而呢 这条蛇呢 造成一个罪行 一个原罪 好了 那这条蛇呢 将受到懲罚 所以蛇的耳口呢 就是有烂 不能够在日常生活下 不像动物那样走 肚皮要吃苦 那这条蛇呢 这条蛇呢 在那个圣经里面的说法呢 也是古龙 古时的龙 不是小说家古龙 它也是一条坏的龙 有一条坏的蛇 是撒旦的化身 那在这个传说里面呢 或者在后来呢 约翰福音 或者约翰所写的启示录里面呢 都有出现过一条这样的蛇 这个蛇呢 也是一条异的恶龙 它出现呢 也是敌对于上帝 敌对于正义的 那最终呢 是打败了 邪不能胜正 最后呢 被扔下去的火 这个火 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火 是上天的火 在这个火坑里面呢 永远呢 受到懲罰 不能够出生天 那为什么说不是正常的火呢 因为它不需要燃料 那你就问 为什么没有燃料呢 火都可以呢 那这个呢 是用你人的观念去量度神话的故事 也不能够 说股不能够搏股 这个呢 是一个这样的神话传说 当然呢 蛇 龙 在这个邪教里面呢 都是佔 大部分呢 是不好的 是不坏的 但是它有时候呢 蛇呢 又变成了好的象征 比如铜蛇 摩西高举铜蛇的象 是医疗了 他患病 或者有不平衡的同胞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西方呢 用的医疗 譬如医疗医生的象征呢 它是一条棍 一条树 而呢 药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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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剂的象征呢 就是 在上高多一盆水 那这个呢 也是呢 铜蛇呢 是一个好的医疗人 救人的一个象征 那么 西方的龙呢 再加上呢 希腊 罗马的转化呢 都是成为了 非常之 凶恶的象征 是偏的 多一些 那么 在 童话故事里面呢 譬如 迪士尼的卡通片里面 很多 王子呢 去拯救公主的时候 都是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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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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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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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韓國的神話中非常出名 這是一個屠龍勇士 姓佐治 也是他的主寶 國家或者地方的主寶 如果去到英國倫敦 很多時候都會看到這個輝號 就是一個騎著馬上高 駕長槍 戰勝惡龍的一個屠龍者 當然也有屠地 即是沒有騎馬的 就這樣拿一把巨劍 一把大的劍去敵 去打這個龍的 這個就是聖米高 或者聖萬克 這個也是一個這樣的屠龍勇士 當然他們天生的力量 都是因為信仰而得到 它也是一個這樣的象徵 在這些屠龍的勇士之下 它象徵之下 就是覺得人是可以勝天的 是可以 絕對可以 打敗一些 不能夠戰敗的東西 就是有形的如龍 無形的如自己的精神上的各種人性 包括貪婪 包括妒忌 包括好色 好才 這些等等都是很難戰勝的心理 但是人始終是可以戰勝 給予一個鼓勵 在屠龍的勇士裏面 當然有女人 不過很難認識 但是今天我都不講了 最主要都是講到這幾個 在西方屠龍的勇士 她們的不老的精神 和她在宗教上 社會上含有的意義 在這方面講 今天補回了7月2日的如是可問 希望這次順利能夠下載 還有我請一位曾博士順利和她翻譯成 發話文加字幕組 加字幕上去 下個星期四 我們另外選一個題目和大家講講 都是如是可問 都是一些課外知識 和奇形怪狀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各位收看